Hello 大家好 那之前我们已经学了 Type Gesture Recognizer 就是普通的点击手势识别 那么现在这一课我们来学一下Pinch Pinch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结合我们上面的例子来做 Pinch我们看它这个样子 我们就知道实际上就是缩放嘛 两个点在那一缩一放 对吧 好 那我们玩一下Pinch的手势识别 也同理我们把它拖上来 那它直接就建立了关联 我们看这是不是就建立了关联了 对不对 好 建立了这个关联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识别器 它有些什么属性 好 点中这个识别器 哦 它只有一个属性 就是Scale Scale当然就是放大倍数 我们放在这一看 就是一个Scale属性 它其实就是放大的倍数 是一个浮点数 对不对 放大缩小的这个倍数 那1就表示远比例 如果1点几和0点几 1点几就放大 然后0点几就是缩小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例子 既然它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绑定 对吧 我们说实际上 我们的手势识别器 通过Storyboard的方式 它已经什么生成 并且完成了跟UI的绑定 View的一个绑定 那我们只需要去实现它的Selector 那么实现它的这个Selector也很简单 那我们在实现的过程中 我们来做一个什么呢 让两个点进行缩放的时候 让当前的这个UIView跟着变化大小 跟着变化大小 那好 我们来做一下 这个也非常简单 我们来给它一个Selector RedViewPinch 然后这用它的强类型 OK 我还是喜欢直接看代码 这个就先不要了 然后RedViewPinch 下面这个才是 好 那么在这儿我们说了 我们会有一个叫Sender.Scale 这样一个属性 它就是它的放大缩小倍数 对不对 那我实际上要做的是什么 是把当前的这个RedView 放大和缩小 那因此我是不要给它一个outlet RedView 好 然后我给它一个处理 比方说 我先得到它当前的宽度和高度 Hit等于RedView的什么呢 直接Hit或者是Bound.Hit 宽度 等于RedView 点Bound点宽度 好 那么下面我就要去改变它了 它的Bound呢 里面有一个属性叫Size 就是它的大小 是一个CG Size类型 我们给它重构一下 CG Size 大家可以看给它传值 传入它的真正的宽度和高度 那么这个宽度和高度 我们就可以给它做一下处理 比方说用它当前的 当前的这个是 sorry 乘以一个什么呢 Sender.Scale 缩放背 对吧 同样这里也是同理 Hit乘以一个Sender.Scale 这样我们就用到了什么 缩放的这个 手势识别器的一些特性 对吧 好 这就完成了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是否是这样子 那因为要用到缩放 是不是我们就要在模拟器上 模拟多点触控呢 同样的按照Option键 好 两点出来了 然后呢 我来推动它 就放大一点 大家看 按着鼠标 按着鼠标不放 是不是放大了 然后我们再缩 再给它缩回来 缩小了吧 再放大 缩小 好 所以是不是就实现了 我们想要的这样一个效果 实现了我们想要的效果 但这个效果并不是非常精确 有精确的办法 大家自己去想一想 我这个只是为了证明 我这个事件是生效的 好吧 好 那关于这一块 我们自己去思考一下 怎么样动态编程来实现 它的那个属性 说白了就是一个Scale 这个特殊的属性 每一个手势识别器 都有自己特殊的属性 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属性框 来一目了然的看到 当然系统学习怎么办呢 当然要上官网了 对吧 好 那这一课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感谢观看